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的演講者非常特別 是一個已經在傳統領域 生態知識這一方面 做研究做了很久的 然後也做一些政策性的 參與了一些政策的訂定 一個好的政策訂定 後面有許多的堅實的研究作為基礎 那管老師在這一方面 都一直身兼多職 在做這一方面的 推動這一些方向 那管老師各位如果 像我們第一個新奇 是要讀圓權運動那個史料會編 我是讀完全幕 一個字一個字要讀下來 我這裡可以看到管老師的名作 那所以他從大學時代就參與 圓著民主權力命動 然後現在就是用學術研究的形式 還有達人培養年輕人來繼續推動圓權運動 或者我們說我們之前也問說圓權運動的主體性是什麼 圓權運動跟取得其他的社會訴求的運動 常常是連在一起 那在當代目前的圓權運動 我們包括說有圓民會之後 這圓權運動 他進了體制之後 這圓權運動有什麼樣的轉變沒有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 目前凱道街上還是有一群圓民朋友 有一些訴求是針對傳統領域的 國家最新的對傳統領域的一個界定 那這個即將成為法律 那在這一方面 成為法律是很慎重的事情 原來是沒有法律 現在說那要成為法律 那法律內容是什麼 大家會有不同的想法 那在這一方面 到底應該怎麼樣做比較好 那關老師是從 好像是從研究生時代 就參與了傳統領域調查 一直到現在是主持人的 這樣的一個影響的一個 跟責任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 那傳統領域會有內容 傳統領域不是說來設標畫圖 所以你看關老師這幾年的文章 你就會了解到 包括從知識上面 傳統領域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跟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相關 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有關 所以如果講到生態知識的話 他就會是科學知識的另外一個 補充科學知識 或者說足以補足科學知識的不完備 所以這對整體居民都是有利的 那這是從知識上面來講 那如果說從原住民族的權力來講的話 我們把分知識帶進來 他涉及的包括是生活方式 包括是一個生存的權力 我們就說我們之前講過文化權的概念 這樣不是這樣子的研究 他最後會支撐原住民族權力運動的 就是補足讓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不是單純的一個權力的訴求 而是說他有必要性 一群人生存的必要性 也對整體社會有必要性 那我們今天就請關老師幫我們來講一下 介紹一下近年非常密集的一些研究 那不論是生態知識或者傳統的 我們就請關老師為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 來 歡迎關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可能要稍微前面的燈關一下 這樣子的感覺才可以看得到同影片 因為這些同影片有一些訊息在這裡面 然後我覺得非常榮幸可以到 童老師的課堂來做分享 我是抱著一個來跟童老師報告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有這樣的心態 戰戰兢兢的來這邊 來這堂課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主題 叫做從傳統局調查到當代環境治理 當然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就是完全跟 我記得幾年前曾經在老師的課堂來報告過一次 但沒有辦法完全跟那個不一樣 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只希望是基本的 有一些知識的 有一些過去的脈絡的介紹 包含在這裡面 那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夠稍微再更新一下 那這個主題裡面其實有幾個關鍵字對不對 一個傳統領域 一個環境治理 而且環境治理在談的是當代的環境治理 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談其實跟這個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在傳統局調查過程中我所得到的啟發有關係 那他也會跟原住民的生態知識在當代治理的時候 所要面臨的一些思考有關係 好 這個大概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過去這幾年來 剛才童老師有說我在研究生的時候就有幸剛好參與到了這個傳統領域調查的這個工作 那這幾年下來大概我看到有一些轉變 就是說在2002年這個因為國家的這個政黨輪替之後 一個對原住民的政治承諾 新夥伴關係等等這些新的概念的出現 在2002年開始有這個傳統領域的調查 那在那個之前其實有一些工作在做啊 比如說像黃明輝老師的論文啊 譬如說像是那個有一些太亞族的齊老啊 在做的一些這種研究啊 裴佳琪老師他也做一些這種生物學的調查工作 也都跟傳統領域有關係 但是到2002年這個政府開始大規模有系統的去做調查之後 是一個新的局面 那到了2012年我看起來又是一個新的轉變 這個轉變是我看到說有越來越多的部落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不只是原住民的年輕人 包含非原住民的年輕人 投入參與協助協力 跟部落去做調查 然後甚至就自主去進行這個公告 傳統領域的公告 所以他已經不再是一個需要政府 實際的由上而下去進行這個推動的工作 而是部落族群自己就已經開始了 如同這個遍地開花一般 到現在還持續了就是進行 那這幾個不同的階段其實有一些不一樣 包含那個那個 他的那個時代的政策背景 包含這個裡面的發動者 然後產生出來的這些敘事的這些方式 都有不一樣 那我看到一個非常可惜的現象 是在最近這幾年 就是那個部落的自主的發動的年輕人 參與到裡面的這樣的一種傳統領域調查 有比過去前一個階段 更深的對於這種傳統領域的知識的敘述 過去可能是在政府的這種一致化的規格之下 他要做這個點 要做這個線 做這個面的調查 但是我看到最近這幾年 在部落自己在發動這些研究 或是調查工作裡面 展現出非常多的多樣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個對於我們土地食物的知識是什麼 這件事情有越來越深的這些描述 那這個是過去這幾年 我的研究室跟我的學生們 參與或者是協力 去進行的這個不同地方的這個 部落的傳統領域調查 或社群制圖的工作 那當然全台灣不是只有我在做這個事情 那你就知道說那個 一個學校裡面的學生他們就去做這些 那你可以想像全台灣各個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社區 其實那個是更蓬勃的 在這裡面有幾件讓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這個是其中一件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地方嗎 這個是都蘭 台東都蘭的這個海岸 這個都蘭的這個海岸 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去做這個 跟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 協力一起做他們的這個地圖的地圖模型 就是右邊下面這張圖 不過在那個過程中 我們也都會去做一些實地的踏查 所以左邊這張照片 就是在我們實地的踏查的時候拍的照片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為那一天很熱 暑假 夏天 早上10點 就排了一個踏查的行程 後來發現是實測 在東海岸早上10點去走海邊 這是實測 不過那個頭目非常開心 就一路就一直走一直走 沿著海邊 那個石頭高高低低 讓他伸手跟他們腳尖 我在後面我就在想說 我下一刻就會中暑 下一刻就會中暑 想不到什麼時候停下來 但是他就走一段 停一段 他就開始解釋 開始講 就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終於了解到 就是說在都蘭灣的這個海灣 大家現在眼睛裡面看到 這每一顆大大小的礁石 幾乎都有一個名字 每一個礁石都有一個名字 他有的是在記錄那個 那個洋流交會的那個地方 然後更多是記錄死掉的人的名字 因為他是那個洋進暗流進來交會的地方 所以裡面漁場很豐富 可是也很危險 那所以呢 不少人就在這邊 就淹死了 就過世了 所以他們 那個有人在那邊淹死了 過世了 就是用那個他的名字 為那個礁石秘密 你知道幾年前 東海岸風景管理局 曾經 要在這邊有一個這個開發案 BOT 在這邊 突然灣這邊要做一個觀光飯店 那這邊的年輕人就號召一個行動 叫做為斯拉而跳 斯拉就是土地的意思 為土地而跳 然後就在那個 那個他們要去舉行那個BOT的那個 開幕還是什麼儀式的時候 然後那個這些年輕人 不只是只有杜蘭 包含那個已經到台北工作的杜蘭的那個同鄉會 也都回來 就一個抗議的活動 用跳舞的方式去抗議這樣 那你如果只看到那個抗議 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要抗議 或者說為什麼要排斥這個開發案 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說 這個海灣 對於 都蘭的阿美族人來講 是有這麼樣的重要的意義 每一個時候都記載一個死掉的人的名字 它不只是存在他們的歷史 存在他們對這個地方的記憶 這個地方它是危險的地方 是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然後他們這個年輕人成年歷的時候 要游過那邊再游回來 是一個這樣子莊嚴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對這邊的阿美族人來講 它就不是一個適合這個嘻嘻哈哈的那種 遊樂的觀光泛 所以如果你只看到那個抗議 你沒有看到它背後 這個地方對它的那個歷史意義的重要性 那但是如果你看到了那個歷史 那個海灣那個石頭的命名 背後的那個意義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 對他們來講這個是一個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說像是這個 達魯瑪克啊 然後前一陣子那個 盧凱族盧凱民族議會的這個 傳統獨立的這種自主宣告 就越來越多 所以昨天還是今天那個 這個阿美族的那個真柄部落 也自主公告了自己的傳統領域 那在那個不同的部落 在做那個傳統領域的公告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部落跟部落之間就會 公告的範圍就會重疊到對不對 那過去我們都會認為說 這個恐怕就會產生紛爭啊 所以更需要國家來扮演一個 中立的角色來協調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到這個台東的嘉蘭這個地方 那參與了一個部落的傳統領域的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跟我們過去在做的工作坊都很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一個工作坊是來自不同的部落 甚至有不同的族群 有北南族 有陸凱族 有排灣族 一起參與到那個工作坊裡面 然後在那個工作坊裡面 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部落 都一起來講說 那我的傳統領域是什麼 我在哪裡 我們發現確實是有很多重疊 可是對部落來講 重疊是不是一件不可以發生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 譬如說我們在那天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這個 部落裡面的一個 中年的一個人 他就說 我們的傳統領域的重疊 就好像說人站在一起 你站在一起就會肩膀就會靠到肩膀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手勾起來 站在一起手勾起來 我們的那個 站在一起的力量就更強大 拉不開 互相 互相支持 那我們的傳統領域的重疊 就好像那個手跟手勾在一起一樣 因為重疊 所以我們就能夠更加的這樣互相支持 那實際上 我們在做這個傳統領域 這一次的工作坊的時候 我們開始在談的 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個 那個空間的使用 那個資源的利用 這個國土計畫有關係 就如果我們只是在想到的是 分區畫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把那個界線畫清楚 可是當我們開始在想說 那個資源該怎麼利用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就不得不去思考合作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說單一的一個部落 譬如說假設說這個觀光 那你觀光也不可能只有自己部落做觀光 那個整個交通的動線 然後那個動線間的不同部落的合作 生態農業、有機農業 也是一樣 這裡面涉及到的是那個 不只是單一的點 包含那個更大的範圍的區域的空間的 這些使用的機制 那所以合作這件事情 其實變成現在 傳統領域調查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為什麼會出來 我認為就是說跟過去這個新的一個階段 部落自主在進行的時候 傳統領域的調查跟這個公告的工作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在傳統領域調查過程中 對我也有一個很大啟發的一件事情 有一年我們在大溪桃園 桃園的大溪這個舉辦一個這個工作坊 也是把不同的部落 主要是北部的 這個部落裡面的這個 也有七老也有年輕人 那早來就開始我們希望去培訓原住民的種子 失之是能夠去做部落 自己的部落自主的傳統領域調查 那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如果沒有記錯大概是2012年左右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我們的那個課程是一系列的 那那一系列的課程 一開始第一堂課 我們的課程設計就是 請每一位參與者來畫他自己的家 我們就每一個人畫一張圖畫紙 請你畫出你的家 因為當時我剛好有一個研究生 也一起去幫忙 然後雖然他不是原住民 他是從小台北長大土生土長的台北人 我們也讓他一起參與到那個工作坊的這個 畫自己的家的工作裡面 畫這個自己的家的這個作業 那結果畫完之後我發現 那個他畫的東西跟其他部落裡面的人來畫出來的東西 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這個對比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 你看看你們一定猜得出來 左邊這個就是那個圖是台北長大的小孩 他所畫的家 你看到他的家就是那個四面牆壁圍起來 然後裡面可能有那個廚房啊 客廳沒有錯啊 他的家是這個樣子 有房間啊 這就很像那個建商在賣房子的那個室內的格局的圖 對不對 這是他的家 他對家的這個意象 右邊這一張是一位烏來的這個女士 年紀大概比較小一點 他畫了他的家 你看到說對他來講 那個家就是有山有水 而且不是只有一間房子 是好多間的房子 那個聚落 那個整個是他的一個家 去年我曾經在FB上面看到一個新聞 應該不是新聞 應該是某一個學生 原住民的學生 我忘了是盧凱族還是台灣族的學生 他在發一個文 在抱怨一個事情 他在抱怨什麼事情 他說那個遊客啊 到他們家附近 然後就在他們家那個院子那邊 就錄影搭帳篷就在那邊 就搭起來了 如果我不知道可能 如果臉書跟我有那個好友關係 你可以有看到那個新聞 那他就去跟那遊客講說 這個你不能在這邊 他說遊客跟他回答說 這公家的啊 公共的啊 為什麼不行 對這個盧凱族的學生來講 那個他的家被侵犯 但是對於那個遊客來講 那個是公家的 大家去想一想 這個新聞裡面左邊這個 飛魚記 這事情也不只發生一次 就是有外地的那個船 那個觀光油氣的 那個潛水啊 浮潛啊 什麼那個外地人經營的船 那蘭嶼的飛魚記 他們有一段時間是要把那個漁場 把它封起來 那所以他們就把那個 驅趕那個外地經營的這些油氣的這個船子 那就有衝突 那個那個經營那個油氣的那個船主啊 就跑到小洛索全面去罵人 這個還是大家的南語的人 憑什麼把它圍起來 斯瑪庫斯也是一樣 斯瑪庫斯他們做了一個柵欄 就是外面的觀光客進來的時候 要經過那個柵欄然後要付錢 付錢做什麼呢 他們要維持那個部落的清潔 所以收取這個閨費啊 當作部落的清潔的使用 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有一個新聞啊 就是有那個客人就跑去那個 去斯瑪庫斯玩 然後那個柵門要經過的時候 發現要收錢 非常的生氣 然後就在那邊倒毀那個柵欄 然後在那邊發脾氣大鬧 那他的理由 在他看起來也很充分 馬路是公家的 你憑什麼一個部落 把那個馬路就圍起來 如果我們只看到那個國家的法律 譬如說那個海洋的 譬如說那個道路的 他就是一個 從國家法律來講就是公家的 可是如果大家去想一想 對於在這個部落裡面的人 在這個文化裡面的人 他的家園就是那個整體的時候 他的家被侵犯 那所以這個就涉及到 就是我們怎麼在理解 這個什麼是公 什麼是私這件事情 在我們現代的這個生活的空間裡面 那個公司的這種二分房 清楚的去區分出 這個是你個人的家 那家裡面出去就是公共的空間 公共的空間就是大家的 可是我們都忽略了 像是在部落 說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那個一個集體的部落的 共同的家園 不管是他負的責任 或是他對他的那個情感 其實是在那個所謂的公私之間 還有更多的豐富的層次 那這一些我剛才講 這些很豐富的層次 在過去其實就是原住民 跟土地自然資源互動 產生出來的一些利用的規範 那現代的國家出現之後 這些規範當然就被邊緣化 被否定 那這些原本有的規範 被邊緣化被否定 其實也就成為國家 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國家 有原住民的地方 他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的國土 因為國家要有領土要有主權 要有政府要有人民 那領土怎麼來 有原住民的國家 他的領土是怎麼來的 大概都有一段那個不光產的歷史 那這個不光產的歷史 當然沒有辦法重新來過 可是我們現在都知道 怎麼樣去面對那個不光產的歷史 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高度 對不對 雖然以前的歷史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去面對那個歷史 找到那個彌補歷史中不正義的方式 我可以告訴我的子孫 不管在這個土地上 原住民還是非原住民 我們的子孫都知道說 這個是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國家 這是一個有正義的社會 所以我可以繼續為他奮鬥下去 這個大概是全世界的趨勢都是如此 包含小英去年八月 向原住民道歉 也是這個趨勢之下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要讓原住民的土地的利用的 這些知識跟規範 在國家的這個架構裡面 讓他有一個空間可以運作 簡單的講原住民的自治 這裡面其實要經過一些努力 一方面要去認識原住民族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你不能只有一套這個念政治的念法律的人 在那邊設計那個制度 那個東西就是空的 你要建立在對於土地的 對於這個人地關係的理解上面 在這個上面去思考那個制度 所以有一個階段的工作是 我們要有這種人類學的 民族學的 地理學的 這些工作 當然更重要的是那個部落的 這種主體性 在這個裡面去貼近 然後去闡述我們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然後這些東西清除 浮現出來之後 接下來那些念政治的 念法律的人要進來 怎麼樣把這些認識 轉變成為法律的語言 政策的語言 把它設計在國家的制度裡面 好 那 所以我今天比較想跟大家談的 其實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認識 原住民族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像這一張圖 這一張是我前一陣子去蘭嶼 之後回來很簡單的做一個示意圖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在蘭嶼的 在那個島嶼的生態裡面 你會看到它有非常細緻的 對於土地之外之外使用的一套機制在這裡 那譬如說在這個部落裡面的這個芋頭田 有這個家族的 也有那個從家族裡面再給私人的 大家如果看右邊這張照片 那個比較大的石頭堆起來的 是家族的分區化解 然後家族裡面再去區分的 比較小的石頭去分的 再去分給家族裡面的不同的人 這是一種產權的類型 大家看到這個地下屋 這個是個別的個人的 那那個在山上 如果你看到這個有椰子樹 那這個就是這個家族在這邊種的樹 未來這些樹 不是那個椰子 是椰子周圍的這些樹 是要拿來做船 那這個船有大的船有小的船 小的船是家族或個人的 但是那個大的船那個船團 甚至是跨家族 那那個放船的地方 他們的這個攤頭 是屬於整個部落的 在部落的周邊也會有些地方 它是這個 耕種這個雜糧 譬如說這個地瓜 種地瓜的地方 那它是屬於部落的 你這些家庭可以在這邊耕作 但是你不做了 部落就會收回來再給別人做 然後部落裡面有它的這個歲月 是集體的 所以從那個個人 家族到部落非常細緻的 不同的形態的這種產權的形式 這個是 這個不是我做的 這個是那個 在朗島這邊的部落的這個 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做的部落的地圖 那我特別放這張地圖 是要給大家看 這個星星裡面的這個點 這個點的地名叫做這個 罵人的地方 為什麼叫罵人的地方 為什麼叫罵人的地方 在蘭嶼打臥主的部落 蘭嶼有好幾個不同的部落 每個部落都有一個這個地名 這個罵人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他們不希望把吵架這件事情 那個爭吵這件事情 負面的這些能量留在部落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吵架就要去那個地方吵架 那那邊吵完了再回來 每一個部落都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在蘭嶼那個最嚴重的衝突就是 互相丟死他 為什麼 因為去想蘭嶼是一個非常愛好和平的一個地方 非常 打雾是一個非常愛好和平的民族 你去想一想說 在這麼一個小島裡面 然後五六個部落 總是會遇到 對不對 島繞一圈總是會遇到 你要去發展出那個很細緻的利用土地的文化 而且很細緻的去處理那個人際關係的方式 所以這裡面有很豐富的這個知識在這裡面 可是 可是 在這個 我們現在的土地制度裡面 按照我們的土地法 土地不是私人的 不是私有土地 就是公有土地 那蘭嶼這邊整個島幾乎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保留地從民國55年開始 就是開放去進行這個私有化的登記 到了今天 蘭嶼99%的土地 還都是公有土地 沒有人去登記 為什麼沒有人去登記 因為如果你了解到 這一邊的這種很細緻的產權 它有那個部落的集體 然後它有的要 這時候給這些家族使用 然後過幾年它不用又再收回來 然後那個一大塊 像我被告知 像這麼樣的一塊地 它可能是有三個人在使用 就這樣的一塊 它分成三個人在使用 那我們現在土地 是沒有辦法切割到這麼精細 說這一塊就切割成三塊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這種動態 然後細微的這種產權的形式 不是我們現在的 公有私有二分房就可以解決的 那個非常細緻的產權形式 就只有在蘭嶼的豐富的 跟土地長期互動的這樣的關係之下 被建立起來 和我們過去的法律 我們過去的土地制度 我們過去的土地制度 其實沒有聰明到去瞭解它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這個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想 怎麼樣讓他們的土地的文化 土地的知識 能夠結合在這個 現在的國家的制度裡面 這個是我比較長時間 在那種累積下來再做的一些研究 就是太亞族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過去到部落去做這個 立體的地圖的模型 就是2011年 這個參與的這個過程 部落的年輕人啊 騎馬 然後就是去 在地圖上面去做這個 標記啊 指認啊 透過訪談啊 去記錄這些這種不同的地名啊 然後對地名做一些整理 類型的整理 然後做現地的踏查 這個都是過去我們在做的工作 那在這些工作裡面 我們就慢慢的去整理出 類似像我剛才在講 那那個蘭嶼的部分 其實是花比較短的時間 但是在太亞族的部分 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 包含是這個遷移的路線 然後從這裡面看到太亞族 對於那個山的知識 那個如果對於山不熟悉的文化 他看到那個山就是一座山 但是對太亞族來說 那個山的零線 不同的這種細微的這種地形 都有不同的名稱 河流也是一樣 沿著山跟河流的這個遷徙移動 所以對於河流裡面 那種細緻的河流的地形 也有非常豐富的知識 這個都是在傳統領域調查過程中 一步一步累積起來的認識 這剛才講說那個遷移 這個太亞族的遷移是從這個 台灣的中部的山脈 沿著零線 河流然後往北 就這樣擴散 那這擴散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一個遷移的模式 從這個零線 越過零線到了河谷 河谷之後到那個河流交會的地方 交會的地方建立一個部落 然後慢慢擴散 那個流域裡面就越來越多部落 然後這部落就集結起來 就變成一個群 這個群就控制著這個地方做為獵場 產生我們自己的這種我群的認同等等 譬如說那個尖石後山的 跟納利亞的光 然後宜蘭這邊的雷傘等等 都是這樣一群一群 然後跟那個流域有它的這個重疊的地方 當然不是說百分之百重疊 因為遷移的移動的那個時間 我們也看到說 有一些是正在行程中的那個地域性的認同 然後日本人來了就停在那邊 在宜蘭這邊是這個模式 好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在這樣的這種地名的調查 過去譬如說我們說2002年之前 地名就是地名對不對 然後背後就有一個故事 但是這些地名後面我們慢慢的去整理 我們就發現說 它跟那個整個空間的哲學是有很大的關係 譬如說這裡面在講的這個 河流教會的地方 它的地名跟太亞族在講那個身體胸口的 凹下去的這一塊 同樣的名稱叫做河霧露 那個大霸尖山的名字叫做巴霸 就是耳朵的意思 那個山的臨線到了河谷的那一塊 降下來這一塊叫做虎木就是尾巴的意思 左邊下面這張圖叫做打力太亞族的話叫做膝蓋 河谷就是那個手肘彎曲的地方 就發現說那個身體的那個形貌 就紫色就投射在這個整個河谷的這個居住的地形裡面 那所以那個現代的製圖學裡面很重要的那個坐標 對不對 空間的坐標 X軸跟Y軸 在太亞族的這個世界的展開的坐標 就是河谷山脈展開的這個世界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看到說這個整個河流展開的 這樣的一個格局裡面跟社會 譬如說像這裡面在講的這個 一個這個共識的團體 然後幾個共識團體組成了一個聚落 然後幾個聚落在一個小的流域裡面 是一個我群的團體 然後這裡面有共享的這個獵場 這個雖然在不同的河段 但是因為共同享用一條河流 所以即使是不同群 也有一個這種社會的範疇 叫做國度人流共享一條河流的人 這裡面的不同的這個城市的這個社會範疇 譬如說共識團體 有共識團體要遵守的規範 部落有部落要遵守的規範 那個共享一條河流的人 有共享一條河流的人要遵守的規範 包含說這個聚落 有的比較靠近獵場 有的比較跨近漁場 之間要去做一些資源的 這種利用的分享 那這個其實是都跟這個社會 跟這個生態系統之間的這種相互的互動 產生出來的這些 在這個裡面生活的這個方式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裡面看到說 那裡面譬如說像跟捕魚有關的河流 就涉及到說對於河流的地形的知識 魚類的習性 然後捕魚的技術 人機的協商 這個都是以對於這種河流的知識為基礎 所建立起來的一套的知識的系統 狩獵也是一樣 對於那個地形的認識 然後動物的習性 然後不同的這種獵法的技術 人機的協商 譬如說對於獵境獵場的分配跟管理的規則 耕作也是一樣 涉及到這個地形的 作物的耕作的方式 人機之間換地換工等等 這個都是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的這個空間之下 所跟環境互動所產生出來的這些知識 譬如說這個土地的使用的周期 因為有耕所產生的這種 不同的土地的使用的周期跟秘密 那單一的土地的耕作的地形 非常的小小的一塊 但是它順應那個細微的地形的變化 做不同的使用 譬如說像是氣死、竹籃 然後去做那個水土的這種保持 然後耕作不同的作物 所以一年四季都會有不同的作物在這邊掺除 我們看到不同的這個時間的尺度 從跨流域的遷移、流域內的這種油耕的移動到 單一一塊土地的一年周期的耕作 它是有結的、有序的這個連結在一起 空間的尺度也是一樣 跨流域的、流域內的、單一一塊土地的 那所以我們就說過去殖民地的人類 而不是殖民地的科學家 他是在這個二十世紀的初期到台灣 做這個林業調查、森林調查、河流調查 然後就說這些藩人在這個台灣的山林裡面 用一種這個愚蠢、愚昧 這個childish的這種耕作的方式在這邊跑來跑去 這邊耕完這一塊、耕完這一塊 這個是對我們的這個林鄭非常的福利 所以我們就要把他們集團移住、集中、集村 就變成了我們今天的聚落的這種形式 那從回到一個比較民族生態學的認識裡面 我們會看到 其實那個當時的殖民地的科學家看起來 是這個非常愚蠢 或者是說這種初步的、原始的這些耕作的技術 它其實裡面有一套這種有結的、有秩序的、動態、細微的 跟環境之間的這種互動的方式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透過類似像這樣子 傳統領域調查、調查只是一個工作 調查出來你會看到地名、看到故事 看到裡面的一些土地使用的機制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說 怎麼樣讓這一些生態知識 結合到我們環境治理的制度的設計裡面 我們過去在做的 大概有一段時間在做的 是要把前面我跟大家講的這些 以前被認為是非常childish 然後這個愚蠢 或是這種原始的這種土地利用的模式 把它裡面的那個道理 進入到那個民族的文化的脈絡裡面 把它裡面的道理講出來 這是一個階段的工作 然後我就開始說 我們就可以開始跟這個 國家裡面的這個制度的設計者說 它不是沒有道理的 那我們要試著把我們國家裡面的這個制度 資源的制度、管理的制度去做一個調整 讓那一些知識 譬如說像藍玉的 譬如說像是泰雅族的 那些非常豐富的知識 結合到我們的這個資源管理裡面來 大家應該對於這個說法應該也不陌生 對不對 這幾年我們都在談這些事情 可是當我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另外一種疑問 對阿泰雅族的油耕是很好啊 可是你們現在還油耕嗎 這個來雨當然比較特殊 就是它那個整個土地的耕作的方式使用的系統還非常好 不過Savity的那種也出現了 對不對 我們有那個地下屋 但是國民住宅 國民住宅拆掉之後又重新蓋的這個水泥的洋房也出現了 那泰雅族你的這個土地的耕作還是種小米嗎 可能種水面桃的還要更多一點 對不對 那所以你在講的那一套 我可以接受 那你這個是有這個生態知識 重點是 那個是不是已經過去的知識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把它結合到當代的資源治理行得通嗎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照對應你結合 行得通嗎 行不通 行不通的 那我們前面不就白做了嗎 就白講了嗎 那我這幾年就在想這個事情 這幾年就在想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談生態知識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們不是要去看到一個過去的民族制紀錄裡面的事情而已 或者說我們重做一個民族制的紀錄 然後用一個生態學方式去解釋它而已 我們有沒有辦法看到當代的一些動態的變化 在這個當代的動態的變化裡面 你去看到說它跟我們在講的這個自願治理的意義的關聯是什麼 這個是今天我要跟童老師的報告的事情 我就說這個 怎麼樣 在看到這個社會的動態面前的時候 重新去思考 我們要把我們的生態知識 結合在當代的資源治理 像今天的標題 當代的環境治理的這個意義是什麼 好 所以我今天要再跟大家 大家以太亞族的這個研究為例子 來做幾個分享 這個 這個地方是這個尖石箱的地圖 那這條線畫下去 左上方這個地方是被稱為所謂的尖石箱的前山 那它的這個水系是流到這個 頭前溪 然後右下方這個 的水系是流到大漢溪 然後就到淡水 這個地方被稱作後山 所謂後山就是說 以前前山地區比較早接觸到這個 跟外界的接觸 然後學校啊 派出所啊 派出所是到處都有 學校啊 相公所啊 都蓋在前山的地方 所以後山的小朋友要念國中 就要去到那個 前山的那個國中去住宿 大概所有的這種公共建設的資源 都是從林街 比較近的城鎮的這個地區開始 那過去這個地方也變成 被當作前面 比較 比較進步的地方 那也因為比較進步的地方 所以那個土地的流失也快很多 那但是那個看起來 過去被認為相對是比較不進步的 就物質的那個 現代化的這種程度來講 比較不進步的地方 可是在過去幾年 它慢慢發展出一些這種經驗 那這些經驗呢 其實是值得我們在這裡面 再去做一些思考 在這裡面包含這裡 叫做瑪麗光 遇風村 這個瑪麗光 這個地方 上面一點 這個石壘 瑪麗光幾年前有一個這個 護旅 風吸護旅的行動 那下面這邊是這個 做這個自然農業 有機農業 所以右下方這個 世瑪庫斯 大概你同學都比較不陌生 左邊這個 在世瑪庫斯的對面 正西方 所以這幾個 我今天要跟大家來談談的 就是這幾個案例 這幾個部落 大概在1970年代 做的這個生技的活動都很接近 但是這幾十年下來 我們就看到這個幾個部落之間 都產生了一些差異 1970年代這些部落 1970年代以前 這些部落主要都是在種香菇 最早生采集也生了香菇 賣給外地的人 那後來那個采集的數量不是很夠 所以就開始 外面的商人也引進了那個香菇的菌種 然後做那個 段木香菇的種植 到1980年代以後 馬里光這邊是因為北橫的支線 開到這裡 交通方便 所以他就可以去做一些儲木的運送 那 池蕾、正西堡 開始有種這個水蜜桃啊 蘋果 水蜜桃跟蘋果 和香菇的差別在哪裡 對不對 除了味道不一樣之外 他們那個儲藏跟運送的時效性不一樣 對不對 你水蜜桃出來 你就趕快送出去啊 不然就會爛掉啊 香菇你摘了之後把它烘乾 烘乾之後你就慢慢的揹 揹到山下去 那時候路還不通啊 所以那個交通是一個因素 就是它影響到那個產品的輸送 反過來講 交通決定了你可以種什麼東西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石碼的故事 你看看它在1980年代的時候 初期 它還是在做香菇、林枝、草藥 這一類的生計活動 因為路還不通嘛 到了這個後來路通了 路通了之後 它才有辦法種水蜜桃 香菇跟水蜜桃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剛才講說 那運送的時效性 它要投資的成本也不太一樣 就是說香菇大概就是那個菌種嘛 那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沒有 你沒有成本 沒有足夠的資本 我曾經跟那個正希寶的 那個阿道傳道 長老阿道傳道 調天 他就說 他剛退伍的時候 他也是想說 學人家種香菇 但他沒有錢啊 沒有錢 然後他就跟那個香菇的商人 就捨了那個 就是那個菌種 然後就帶著菌種到山上去 種 種完之後 終於可以採收了 就在上面 弄了兩個禮拜烘乾 然後背下來 然後想說 最近香菇價錢不錯對不對 應該可以賺一瓶 走到他們家門口 那個商人已經在他家門口等他了 又把他那個香菇拿走 那他沒有話講 因為他這十二的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說 在以前 就是說 在我們剛才講說 油耕啊燒肯裡面 涉及到要換工啊換地啊 那個農業的操作裡面 涉及到集體的合作 對不對 可是當這些跟外界的市場 有這些經濟作物 跟外界市場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連接就變成個別的個人 跟市場連接在一起 再加上這個 那個阿羅地的石油畫 有一個學生 說不定遭鄧宇認識 他家是在那個復興鄉 宋聖珠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 你知道他在碩士龍門 世新社發所的學生 他碩士龍門的題目叫做 我們為什麼沒有錢 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我們有地喔 我們很認真在工作 為什麼我們沒有錢 那這些農業的工作裡面 中間商的剝削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當然這個事情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剝削而已 但是就是說 簡化一點來講 就是有這個中間的這個 利潤的這個問題 那香菇就是菌種 你要跟他涉菌種 水蜜桃又更不一樣 因為水蜜桃你要不斷的下農藥 下肥料對不對 你幾年之後要再繼續下 所以他要下的成本更多 維護的成本更多 那你跟那個平地的商人之間的連結 就會更強 那個宋聖君在做的那個 論文的我們為什麼沒有錢 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就被個個擊破了 過去的這種集體的這種農業的這種 集體跟做的這種模式 因為跟市場的連結的關係 因為土地產權制度的關係 每一個個別的家戶都被個別的連結到市場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被一層一層的各個擊破剝削 那施馬戶是不是比較晚才有水蜜桃啊 所以因為道路比較晚開通 這個在我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幸運的地方 為什麼 就跟那個 是跟 因為農業的操作 然後跟市場之間 這種個別 家戶 以家戶為單位被個別連結到市場的這個經驗 是比較短的 在這裡面我們就看到說 像這個 馬力光 石壘 珍錫堡這幾個地方 譬如說像石壘 他到了2000年之後就開始轉型 就有這個有機農業的出現 珍錫堡也發現這個檜木 所以他2000年之後也開始有一些這個檜木觀光 然後2010年之後受到那個 石壘的影響 就開始有一些有機農業的這些工作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幾個部落之間的發展的這個經驗 從這裡面去看到 什麼是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這個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在當代治理裡面的意義又是什麼 馬力光剛才講 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聽了前面那一段在講說 泰海族的河流啊 遷移啊 然後那個河流的地景啊 然後跟身體之間的關係 那你就知道說 在馬力光這個地方 他跟那個河流之間是非常有 非常密切的這個目洞 那這裡面看到這個 藍色的就是這個河流 黃色的就是那個河流的名字 然後紅色就是一個一個個這個部落 大概在1990年代的末期開始醞釀 然後2000年的時候 這邊的部落就開始簽訂一個這個 保育的公約 也就是讓河流裡面的雨 要讓它再重新恢復起來 因為大概在1990年代末期 這邊的河流裡面的雨就越來越少 那一方面當然是外面的觀光 在釣客的關係 一方面北橫開通之後的那個釣客的關係 然後另外一方面部落裡面的人 也會在這裡面去這個過度的這個濫捕 所以就這個部落的人 跑到那個烏來這個地方 台北的烏來這邊的地方去射魚 浮山那邊 聽說那邊的雨很打直 然後到那邊去射魚 結果就被烏來這邊的那個人趕走 然後呢 而且還嘲笑了他們說 你們自己部落沒有自己的河流嗎 沒有自己的雨嗎 所以他們就開始回歐圖來想說 那我們過去這個地方 有什麼樣的這個河流的文化 就開始就定了這個 開始去談 然後進行這個封吸護語的工作 這個封吸護語的工作 其實也跟之前更早一點的那個 達那一谷的封吸的護語有關係 那總之他們就開始了 然後開始有點成績 那個河流裡面的雨也增加了 然後大家就講好說 我們這段時間裡面不要再去補 不要再去釣了 不要再去射魚 然後魚增加了 新政府也看到了這個事情 派那個社區規劃師進來進駐 然後呢 這個開放分區分段來這個 讓觀光客進來這個釣魚 這大概是2001年發生的事情 然後到2002年的時候 就有一些這個要去 把那個傳統的魚獵 的這種在線 的一些這種節慶的這種活動 展演的這些活動 包含那個早期這邊 因為竹木的這些事業 這些會把那個竹子木頭捆在一起 然後從這邊飄 應該是滑 滑到那個石門水庫這邊去 然後有一些這個社區的 當時的社區規劃師 把那個河流的地圖模型做起來 大家一起在那邊慶祝 2002年的時候 然後那個多元舊業也引進來 讓那個部落的人 過去是自願性的去尋吸護語 然後這個就變成是那個尋吸護語 然後可以拿到一些工作的費用這樣 那到了2004年的時候 發生這個愛麗颱風 愛麗颱風那幾年 就是颱風走的路徑都是往北 台灣的北邊 愛麗颱風把那個新竹桃園一帶的山區 那個大量的那個崩塌 然後那個雨水把那個崩塌 沖刷到那個石門水庫這邊來 後面就開始引發了那個叫做 石門水庫的積水區的整治計畫 所以有一個研究是在討論那個整治計畫 不過我這邊要講的是 因為那個2004年那個颱風 所以那個漁場就整個都被沖走 全部都沖到石門水庫裡面去 那魚都沒有了 那我開始在這個 這個地方是我的祖母的 我祖母出生的地方 所以那邊有很多我的親戚在那邊 那我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 開始在那邊做我的碩士論文 包含剛才講的那個縫隙戶語那個例子 2004年愛麗泰豐衝走 衝走 那時候剛好我已經出國去念書 到國外去念書 大概2007年左右回來台灣 然後做一些田野調查 我就在回到這個部落去 然後也跟當地人聊 就說這個愛麗泰豐把那個漁場衝走 真的是太可惜了 然後部落人就跟我說 一點都不可惜 我們覺得那個愛麗泰豐 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祝福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知道嗎 在愛麗泰豐之前 那個我們部落裡面已經吵得 這個不可開交 幾乎就要拔刀香香 如果不是那個颱風來的話 那恐怕就很慘 還好颱風一來全部衝走 那些人生怨怨也就一筆勾銷 然後我才開始知道說 原來那個看起來好像是很好的一個社區營造的活動 它背後其實已經有一些衝突在那邊冷靜 所以從這個現在回過頭來看 現在2017年對不對 2000年開始這樣17年 17年往回頭看 拉開一點時間的距離 好像慢慢有一些東西比較能夠看得清楚 有一些距離看得反而比較清楚 這裡面有一些關鍵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 當時相公所說我們來開放錘調 然後這個對部落來講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這個是好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部落一開始是說我們來收錢 那相公所就說收錢這件事情 你沒有權利收錢 社區發展協會可以自己把綁入圍起來收錢 可以的話司馬庫斯就不會被人家在那邊這樣子 對不對 藍玉都不會這個樣子 你作為一個社區發展協會 因為是沒有權利去收取這些行政的閨費 所以相公所就說 那我們相公所來收 那後來部落當然就很不開心 因為我們呼籲的是我們 收錢的是相公所 後來還到相公所前面去抗爭 那抗爭之後後來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相公所來收 但是賺款賺用 讓這個部落來用 那就解決了對不對 可是你就知道說 中間就涉及到一些這種制度設計的事情 那後來因為 會呼籲有一些成果 那所以有一些證證 譬如說像是那個什麼 重點部落計畫等等的一些經費也進來 剛才講那個多元就業 沒想到這個進來也是另外一個麻煩的事情 多元就業 本來說大家去奉心呼籲的時候 大家就各自晚上去幫忙 就都出於自願 那現在開始 開始說去晚上去巡邏 還可以領工錢 開始大家就說 看起來好像都在那邊睡覺 為什麼他領的錢跟我領的錢一樣 那個部落 重點部落的計畫進來 要弄一個步道 步道要從哪一家的門前要經過 要從哪裡進去 他要做一些設施 比如世紀觀光客的設施 什麼都是靠近河邊的部落 我們其他部落也有都有在參與這個護語 那個政府的資源都投注在那個靠近河邊的部落身上 就開始有一些衝突啊等等 好 那從這裡我們就看到說 傳統知識 在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 譬如說剛才講那個分段去進行這個開放水道這件事情 其實是把過去再進行太亞族在這邊的幾個部落彼此之間 什麼時候哪一段可以哪一個部落去裡面涉獄的這些知識 重新運用在開放水道的這個措施裡面 其實是很不錯的 也運作得很不錯 但是你會發現說 相公所進來的對不對 觀光客 國家的資源 當我們在談這個生態知識 跟當代之間的資源治理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不是只是部落自己的事 它還有外面的這個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這些治理的機關 怎麼樣跟這個國家資源的治理機關去協調 或者說怎麼樣發展出好的這種資源的這種分配跟協商的機制 雖然在這個馬尼光的風隙護語裡面沒有成功 但是看到這個例子其實幫助我們可以去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安利颱風之後 那個護語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 可是這幾個部落還在這裡啊 這幾個部落還在這裡 所以2004年的時候展望會就進來 展望會進來就說 那我們這個地方要摘後重建 摘後重建我們用什麼方式呢 這邊本來就有這個農業 這邊堅持消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還是從事農業 那如果說農業要重建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種比較環境友善的方式 畢竟這邊的水最後都會流到石能水庫去對不對 所以你的那個農藥啊肥料也都會流到石能水庫去 那如果我們用有機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環境比較友善一點 上面的這個災後重建 對下游的生態也有幫助 所以展望會就進來 進來之後2005年就在這邊 成立了一個鼓勵有機農場 鼓勵是這邊的這個地名 那為什麼展望會要進來 就是說因為有機農業不只是在原住民的部落 就是在台灣 要從一般的慣性農業轉變成為有機農業 都會經過一個門檻 這個門檻常常就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的因素 那個門檻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知道在台灣的有機農業要經過認證對不對 農委會委託的幾個這個單位 或去進行認證 農委會也可以自己認證 但是他是委託幾個民間的單位去認證 那認證是要進行 你去這個農場要申請成為這個取得有機認證 他要經過三年的時間來觀察 然後去記錄你的這個農業操作的分析 然後你不能夠使用這個化學的農藥肥料 然後他要對這個土壤做檢測 經過三年之後 如果一切都合格 那你就可以取得有機認證 有機認證之後 你的商品就可以到市場上貼上有機的標籤 價錢大概可以高一點 好 但是在這個機制裡面 你要怎麼樣熬過那個三年 就是變成是一個問題 那前三年你如果不用有機 對不起 如果你不用化學的農藥跟肥料 你這塊土地過去都在用 現在不用了 你的產量就會下降 對不對 可是你的產品還不能夠作為貼上標籤 作為一個有機的產品 所以價錢其實是 就跟一般的那個農產品是一樣的 產量又降低 所以這個 你的收入就會減少 這就變成一個門檻 那所以有一些NGO就像展望會 那邊進來 然後呢透過一些資材的補助 譬如說那個裝水果的箱子啊 或者是器材冷凍櫃啊 大型的冷凍櫃的補助 希望能夠降低農民的成本 讓他們願意撐下去 去做這個有機的農業 那但是 但是 還是很困難 就是那個門檻的關係 在2006年的時候 在池淚的這個教會 在這邊 有一個韓國的牧師到這邊來訪問 那這個韓國的牧師是 在韓國就是在推那個自然農業 所謂的自然農業 其實它就是有機農業的一種 那只不過它的做法跟 其他的有機 類型的有機農業 比較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所有的這些資材 都是 那個肥料 或者是那個營養劑 都是取材制這個 耕作的環境周遭 的這個材料來做的 譬如說是這個 取那個什麼 用那個 樹葉啊 等等 去製作這個 發酵啊 然後製作營養劑啊 那這個對部落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 降低成本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要做有機 你可以 用一種肥料 就是你可以去買有機肥料 如果你希望維持它的產量 但是有機肥料是 要去有機的那個商場 有機的那個農藥商那邊去買 然後價錢就比較貴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成本 但是如果你可以自己做 這種天然的酵素啊 營養劑啊 那你成本就降低很多 那所以那個 韓國的牧師引進這套技術之後 它讓部落開始有一個 可以自己去製作 這個營養劑肥料 驅蟲劑的這個技術 這一套過程的這個技術 可是這個韓國的牧師 建議的這些材料 對當地人來講好像 他們覺得效果還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自己研發 就找了那個當地的一些 植物啊等等 就自己去研發 怎麼樣用韓國的牧師 教的那套技術去做 用當地的材料 自己去製作這些酵素營養劑 剛才講說降低成本 就是你不用花錢去買 但是你實驗 你要去做這個自己做的這個營養劑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 或說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次都可以成功 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譬如說我一個人實驗 要實驗50次的話 那我就找50個人 一起來做實驗 對不對 那就50個人每個實驗 總會有一兩個成功的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契機 就是部落之間開始去交換 他們自己去實驗性 去做這些營養劑啊 酵素的這個經驗 然後你看到2009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主要在這邊做這個 酵素的這個營養劑的這個傳道 就把這些東西再推廣透過家族啊 教會的這個網絡去推廣 然後把它推廣到這個更多的地方去 到2009 在2009年的時候 這個部落已經有80%的這個農場跟農戶 是在做這個這種自然農業的這種耕作 這個比例是非常的高 在這個裡面我們也看到說 因為它要就地取產 所以那個對於周遭環境的知識 就被重新帶回來 比如說大家看到那個照片裡面 那個黃黃的 那個叫做黃駁 這個黃駁以前在太亞族的那個生物裡面 是用來這個肚子痛的時候 止痛消炎的一種這個藥材 很苦 吃起來很苦 但它有這個止痛消炎的這種效果 那他們就運用這個再去做實驗 就變成非常有用的這個殺菌 殺死某一種這個根流菌的這個藥材 這裡面就開始去把這個不同的 民族植物的知識帶進來 土壤的知識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是一大片在做這個 灌形的農業 就是那種化學肥料農藥的這種 灌形農業的這種耕作的話 那你整片要種什麼都沒關係 譬如說大家去看那個宜蘭大統這邊 整片都是種這個高麗菜 土質沒關係 然後你就農藥肥料 一致灑下去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是用這種化學的 強力的農藥肥料 你是用這種營養劑 天然的這些物質 要天然的這些材料去做出來的話 那你還是要跟著那個土壤的性質 什麼地方的土壤適合種什麼 然後你還是要這個 在不同的這種土壤的性質下 種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你這一次種這個 下次種另外一種 讓土壤的這個營養能夠均衡恢復 好 所以那個地景就變得 跟那種大規模的這種種植的地景 很不一樣 當然它還是一種經濟作物 但是那個就很不一樣 地景就很多元豐富起來 水口保持的知識也是 那更重要的是我看到 這裡面的一些合作的機制 被重新帶進來 我們說 宋盛君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錢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過去的這種集體的勞動 農業的耕作被切割成個別的家戶 透過中間商農藥商肥料行 被連到這個市場裡面 沒有合作 在這個有機自然農業裡面 我們看到那個合作的機制 又重新被帶進來 很重要的原因當然是那個技術的 從那個技術的實驗的分享開始 生產的資源的分享也開始了 銷售的管道也開始 而且不只是在市類的部落裡面 包含市類的周邊 譬如像是司馬庫斯 正希寶也開始在做這些事情 甚至在淺山 梅花這個地方 也受到影響 那為什麼會到梅花去呢 為什麼會到正希寶去呢 其實都是跟那個親戚 親屬有關係 或者是透過教會的網絡 我曾經在史類的部落的這個教會裡面 聽牧師講道 然後牧師就在台上說 我們太亞族是被上帝拣選的殖民 為什麼呢? 因為上帝給我們一個 這麼漂亮的山上的這個地方 那上帝是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就要好好的愛護我們的土地 我們要好好愛護我們的土地 我們就要做自然農業 所以他就從那個講道裡面 就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那你就知道說 那個教會就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 這種傳遞的管道的這個角色 然後親戚的關係 這個是前幾年 我們在梅花這邊看到的 本來如果說兩塊地 不同的地主對不對 石油花之後不同的地主 那你就各自做各自的 但是因為這個 有自然農業的這個合作 那個讓土地休息的這個機制 又重新被帶回來 這是一個實例 就是AB這兩塊地 那A是比較高 B是比較低 比較低的地方 冬天它可以種 夏天就比較熱 就不容易種 這個時候就讓它休息 到A這個比較高的地方種 那到了這個冬天的時候 A這塊地就休息 就到B這個地方種 那以前是分配到兩個不同的地主 是不可能做這個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合作 去做這個有機農業 所以土地的休息的機制 也被帶回來 然後那個資材的取得 就是有一個學生在做那個 石壘這邊有機農業的這個研究 那他就看到說原來在這個農場裡面 他在做的這些資材的來源 其實是五花八門 而且絕對不是只有在保留地的範圍 很多其實是在那個森林裡面 穿風領域裡面不同的這個材料 然後過去的那個每一個農場 都是跟他的生活周遭環境 是被獨立切割開來 反正你就下農藥下水藥就對了 你的農場是跟什麼連在一起 是跟市場連在一起的 但是你現在你的農藥肥料 都來自於你的周遭 來自於你的傳統領域的森林 河流裡面 所以那個農場是跟周遭環境 是連結在一起的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斯瑪庫斯的這個觀光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護雨 看到這個農業 這是一個觀光的例子 那斯瑪庫斯我想大家也都不陌生對不對 所以我大概講的時間可以稍微簡單一點 不過我要講的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我看到在這個裡面 其實婦女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斯瑪庫斯在一開始發現神木之後 有一段時間開始在做這個民宿啊 登山客的這種住的地方的這種經營的時候 它其實是個別的 各自在做的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合作的機制 其實是在2000年之後才開始被建立起來 那這2000年被建立起來 又跟教會的婦女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教會的婦女要到教會裡面去服侍 可是各自家裡面開了山莊 這個時候有客人來 他又輪到他到教會服侍 他又沒有辦法去打掃、照顧 所以他們就開始協商說 可不可以 我如果說我這邊有客人的時候 那你這邊你幫我一下 或是說你那邊有客人 那你忙過來我幫你一下 然後就開始這樣的合作機制 那這個對我來講 我有一個學生是在宜蘭這邊 做婦女的生態知識的研究 就是婦女的生態知識 那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因為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塊 那這個學生他要去做那個 一開始他要做 婦女對於傳統領域的這個知識 然後就到那個婦女會 年輕比較大的婦女 然後就是希望說透過那個 也是一樣 用這種參與式制圖的方式 讓他們把他們的傳統領域知識畫下來這樣 所以他還特別跟教會的牧師商那樣 然後設計了一些時間 然後在那邊帶這個活動的課程這樣 結果課程結束之後 那個全部人都叫白卷 裡面都畫不出來 對婦女來講 他對於那個傳統領域 這件事情就是很陌生 那他婦女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菜園 他對於那個菜園的知識很豐富 那個菜園裡面 包含那個種子的選種 維護還有一些記憶的儀式 有一些是男生要做 有一些是女生要做的儀式 那你知道在那個 南山這個地方 那個高麗菜的這個產業進來之後 男生很快的就被整合到那個高麗菜的產業裡面 他們成立了砍菜辦 然後砍菜辦裡面的那個每個人的薪資啊什麼 那個整個都建立起了一套非常有系統的這個方式 所以男生就整個勞動力都被吸納到這個高麗菜的產業了 但是女生沒有 就是女生沒有 因為女生的勞動力沒有像男生那麼大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女生是沒有被這個整個產業所吸納的 所以女生還有時間去維護她自己的這個 田園啊 家裡面後面的那個小的那個菜園啊等等 所以反而是女生保留的這一些 這個 種子啊 不同的這種作物的這種知識 所以她後來就從傳統領域轉變成了 去做那個婦女的菜園的知識 後來她寫了一個 她的碩士文文叫做 從小米到高麗菜 就是這個 這個產業轉變的這個過程 那這裡面婦女的知識是什麼 她雖然不知道說 我們這個部落的傳統領域裡面什麼事情 但是她很知道誰是從哪裡嫁到哪裡 部落裡面誰是誰 誰嫁到什麼地方去 誰又是從哪裡嫁過來的 那我祖母過世的時候 是100歲 在檢視這裡 她過世前幾年她的腳已經 關節的關係就不太好 就沒有辦法走路 可是我每次回家她都會跟我講說 那個誰家小孩怎麼樣 誰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都沒辦法出門啊 但是別人家的婦女會跑過來跟她講 所以婦女之間 她們是一個傳遞知識的網絡 然後她特別清楚 因為她也是從別的地方 嫁過來的 所以她很清楚 那個親屬的網絡的關係 那這件事情 男生在講的都是我們的列長 你知道那個遺川子之障 他們在做那個太亞 不只太亞族 高沙族的遷移裡面 太亞族的部分的時候 她就是用那個家族的遷移史 在講那個部落的那個歷史 可是她只有講到那個男性的那個部分 你如果把女性的部分考慮進去的話 那個路線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 綿密的部落跟部落之間連在一起的網絡 好 所以女性很重要 在這個裡面 那 到現在 史瑪庫斯的這個合作集體的這個經營 裡面 這個是那個史瑪庫斯的 童木的弟弟 他前年吧 到北伊去演講 他的演講講說我們部落裡面 因為這個集體經營 然後開始 有產生的那個部落的這個合作 然後有一些福利的制度 這些福利的制度有什麼 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我告訴你 就是在這邊的小孩 0歲到2歲的時候 每個月可以領4000塊 2歲到3歲 每個月可以領2000塊 3歲到6歲還可以領500塊 結婚的時候 部落補助你5頭住 再給你20萬 老人60歲退休以後 每個月可以領7000塊 生病的時候 健保費是那個 部落幫你付 如果過世上帳的話 部落可以補助25萬 然後協助你去完成後世 因為部落裡面有那個 共同的廚房 就是那個大型的那個廚房 觀光客進來就在那邊 用餐 中午一起來工作 也一起在這邊吃飯 然後如果你那個 一個家庭裡面 一對夫妻新婚 要搬出去 對不對 要自己自立門戶了 部落補助你40萬 然後幫你蓋房子 部落有九桌 九台的這個鄉行車 就是來回 然後那個小孩子念書 比如說學渣費 生活費全額補助 還有獎學金等等 然後 所以雖然你一個月的薪水 只有1.6萬 再加上年終獎金 可是其實你的很多的這種 生活的成本 都是部落在幫你共同負擔 對不對 那個福利制度 其實台灣大多數的地方 都好很多 我知道在幾年前 司馬庫斯 因為我剛才講說 後山的小朋友要念書 就必須到前山的監視國中 但是從後山 從司馬庫斯到監視國中 我自己開車到要開3個小時 他們可能會快一點 你再往前開個40分鐘就到主東 所以後來他們就 很多人就到主東去念書 幾年前 司馬庫斯又在主東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這棟房子 是讓他們在主東念書的小朋友 都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部落裡面的媽媽 每個禮拜派一個人輪流去 幫他的小朋友煮飯 照顧他們 那就比以前住在監視國中的宿舍要好多 所以部落已經可以做到這樣的一種 這種集體的合作 然後這種社會支持的系統 這裡面包含那個 過去的燒肯的這些操作 跟觀光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老輝丟的照片 所以你看為什麼收割小米還要拿麥克風 其實是跟那個 有時候是不同的學校 不同大學的那個課外的活動 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做這個文化的這種展演 然後以前如果說你有一塊地 然後遇到颱風崩掉了 這個是你要生活種田的地方 怎麼辦 整理整理 再重新再種對不對 但是 因為他們現在部落簽了一個共約 所以土地是共有的 共有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現在還是 登記還是登記在個人名下 但是要怎麼用經過部落共同來討論 所以你這塊地現在崩塌了 沒關係 放我們別的地方去做 拿這個崩塌的地方 我們就來照理 所以對於土地來講 也得到一些恢復的機會 你如果把它切割成每一個個人的 它崩掉它沒有辦法 它要生物它還是繼續 怪手來整一整繼續做 但是透過這種集體的這種規劃跟使用 反而能夠讓土地去進行休息 做這個森林的巡守 我想大家就非常的熟悉 不陌生 好 所以這個司馬庫斯的舉目事件 大家應該 雖然各位的年紀 在那個時候可能沒有印象 但是有很多我以前 就在討論這個司馬庫斯的舉目事件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不是司馬庫斯的舉目事件 是後來又發生了一個 藍善的快目事件 那這個事件是 你看喔 司馬庫斯那個 因為那個封打的舉目 然後年輕人 就被警察送到那個派出所 然後就移送 然後波羅就說 那個明明是我們的土地 怎麼說我們是小偷呢 拒絕認罪 就算還行 也是有罪啊 拒絕認罪 開始跟國家打關係 最後竟然打贏了 我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台灣在談這個原住民族的 這個傳統領域權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典範的案例 但是2012年的時候 又發生一件事情 南山這邊的這個 檜木群 在南山部落旁 附近的這個檜木群 被盜法 然後盜法的這些人 當然是部落的人 跟三老鼠的集團 勾結 那部落裡面的有幾個 就是從司馬庫斯過去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對司馬庫斯來講 是一個非常難堪的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 2010年的時候 贏的這個官司 然後變成是一個台灣的 在台南原住民族中 跟這個自然資源保育的重要的典範 然後2012年就可以跑去盜法 好 那 所以我們還看到說 私底下部落跟部落之間 產生了一些這個火藥味 南山的這個居民 就說 那你們已經侵犯到 我們的這個傳統領域了 所以我們還要砍回去 那 當然當時那個 檢調去調查 然後抓人等等 那那個事情 就政府的角度來看 公共的角度來看 那個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了 但是對部落來講 那個事情還沒有結束 所以這個部落裡面的人 還覺得說 這個 這個我們要把它砍回來 怎麼樣 所以 部落在5月 2012年的5月 就在這個 古利斯嘎目 寺院峽口這邊 舉辦了一個和解的儀式 這個和解在什麼呢 做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司馬庫斯 正希堡還有 大概有10個 來自10個不同群的 這個部落的代表 在過去太亞族 遷移分散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這個地方 舉行和解的儀式 然後這個和解是什麼呢 就是說 確立雙方之間 這個 在這個事情裡面 的這個責任 然後這個 到底每一群的傳統領域是什麼 在哪裡 誰對什麼地方有守護的責任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它理清楚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透過這個 吟唱 就是把那個太亞族的鼓調 吟唱 然後去找到我們 過去的遷移的路線 對在一起 然後彼此的這個領域 確定下來 然後誰有責任 誰做錯了 那司馬庫斯就向這個 南山這邊陪罪 那結束之後呢 這邊就 南山就成立一個森林巡守隊 所以在幾個部落之間 確認他們 對這個地方的這個 傳統領域的權利 然後他們也 有這個責任 去進行這個守護 所以就從一個這種 環境的這種危機 生態保育的危機 變成是一個 保育的這種正面的行動 那我要請大家看一下 是這個 就是說大家知道 有沒有看到 這後面有攝影機 對不對 有人在這邊拍攝 那當然就是說 部落要讓 因為你知道司馬庫斯 裡面大概有80%的人 去就是進行這個集體的經營 但是還有大概20%的人 沒有參與到這個集體的經營 那去這個 道法的就是這個 20%裡面的這個幾個人 但是司馬庫斯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就很快的發表一個聲明 然後跟這個社會盜竊 然後那個 也透過跟其他部落之間的合集儀式 就表達說 司馬庫斯要來做這個 繼續扮演這個 生態保育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的一個爵士 所以向社會來傳遞這個信息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這個攝影機 那 我有幾個學生去參加這個儀式 其中有一個也是我們自己 堅持向的一個部落的人 也在念研究所 然後他回來之後 隔了幾個禮拜 我們就聊到這個事情 他說部落裡面 他有聽到有人在聊天在談這個事 就是說 這個事情後來和解了是很好 可是我們泰雅族的嘎嘎 就是泰雅族的這個規範裡面 好像以前沒有為了砍木頭而和解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不會去把那個木頭砍掉 對不對 但不同的地方 像南山這邊他們會利用塊木 他們會用塊木的樹皮做房子 但是切一塊下來做那個屋頂 那過去有沒有禮物局 對不對 有沒有道法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們的嘎嘎嗎 真的是我們的規範嗎 這個疑問讓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看 我們過去和解要找記者來嗎 泰雅族的部落之間當然會有衝突對不對 而且要不斷的和解 因為人都會犯錯而且會一直犯錯 所以就要不斷的和解 可是以前和解不會找記者來 你不需要向社會更廣大的社會大眾 宣告你要做保育的決心 那找記者來這件事情 包含我們過去沒有為了砍木頭而和解的嘎嘎這件事情 在我看起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就是說我也知道說我們現在面對的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而已 是一個更廣大的社會 那有一些規範可能我們過去沒有 可是今天我們遇到了 遇到這些事情 我們要解決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去找到一個解決的方式 那這解決的方式大家都講好了 那就變成我們的規範 我小孩子在念幼稚園的時候啊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說 Daddy 什麼叫做嘎嘎 他問我說什麼叫嘎嘎 我就想一想我實在沒有辦法回答他 我就跟他說我講的話就是嘎嘎 但是有沒有道理啊 就是說老人家講的話就是嘎嘎 就是一代一代在變 我們也會變成老人嘛 我們現在遇到的事情 可能跟100年前遇到的事情不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時空條件之下 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講好了變成我們的規範 就是要遵守的事情 好 最後一個例子 正希寶 這個 我有一本課 就是每年都會帶那個學生到正希寶去 每年都是去這個地方 然後每年都要去走那個正希寶的步道 到那個寬木森林裡面 然後這一年喔 拍這張照片這一年的時候 我們請一個在地的這個想導 對於在地的植物的知識非常豐富的一個部落的人 然後帶我們回去 大概從部落走到這個寬木森林 大概走 我們走大概走兩個 兩個 兩三個小時這樣 好 到了這個地方就開始結束 大家有沒有仔細看喔 後面有一棵樹對不對 這個樹有一個樹洞 然後樹洞是較黑的 它不是因為光線的關係喔 它是被燒黑的 然後那個引動就是那個 那個向導就開始跟我們解釋 為什麼這個樹洞是較黑的 他說幾年前喔 那個幾個那個外地來的高中生 就在這邊來蹬山下雨 下雨他們就躲到樹洞裡面 那躲到樹洞裡面他們又生火 那寬木森林很油啊 生火就燒起來了 那燒起來之後怎麼辦 當然是已經跑出來了 剛好那個部落的獵人 就從他的那個打獵的地方回來 看到趕快跑回去部落裡面 找了幾個年輕人 然後把部落裡面的那個抽水 那個幫浦又搬上來 然後據說他們就四十分鐘 就趕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走了兩三個小時 四十分鐘 還是剛扛著那個抽水幫浦還上坡 然後就到這個濕火的寬木前面 在前面挖了一個洞 然後下雨水還不夠 從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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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山劍取水灌到那個洞裡面 然後用那個抽水幫浦 把那個火給滅熄 然後我就問一起去的那些學生 如果今天的情況是等巡山員來發現 這個濕火的寬木的話會是怎麼樣的 他們就說那不就燒光了嗎 對啊 如果說等到巡山員發現了 他就燒光了 那所以就是說部落因為生活的這種環境 跟這個森林啊 傳統領域的這些資源的這種密切的程度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做這種在地的資源管理跟維護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是過去幾年 2010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工作 就是剛才不是講說愛力颱風嗎 颱風之後就開始 颱風之後開始有一個叫做 251的石門水庫的這個整治計畫 那這251的整治計畫 有的是要做下游 有的是要做中那個水庫庫區 還有的是要做上游 上游就是那個集水區 那集水區有一部分的預算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加強那個保留地的 朝限利用的這個查報 就是說你們土地使用 按照國家的這個法律的規範 有一定使用的這些限度 那這個使用的限度 你超過的就是朝限利用 朝限利用就要 國家就要來處罰你 要你更正這個行為 所以當時那個圓民會 就成立了一個叫做保留地富裕團 這富裕團在做什麼 就是去查報部落有哪些保留地是朝限利用這樣 那對於當時的政府來講 他是在做這個叫做參與式的資源管理 但是其實是把部落搞得無焉障情 原因就是你想想看 這個部落去舉報那個部落 然後部落裡面這個鄰居 他在富裕團工作 他要舉報自己的鄰居 所以我聽過那個富裕團的團員 去訪問他們 他說他們到那個司馬庫斯去 結果司馬庫斯人就放狗咬他們 落荒而逃 那你當然知道在山上做土 如果說你在跟座啊 那你的生計是依賴這個 然後他來查報之後呢 就要發錢了 那所以當然就產生這個內部的衝突 那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保留地的朝限利用的查報這件事情 就是說就政府來講 他是讓雇用在地的人去做這個執法的工作的一部分 參與到這裡面的一部分 是一種參與 可是那個參與其實是非常低層次的參與 就是勞動 他老陸就參與在這裡面 有沒有一種更高層次的參與 是那個知識的參與 譬如說我們剛才在講的 各式各樣的 原住民跟土地之間密切的互動的這些知識 參與到我們資源的管理的機制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在做我的那個 博士用的研究的時候 開始得到的一些這種啟發跟想法 所以我後來就 有一次就是有一個那個保留地富裕團的計畫 的計畫主持人 他是一個做水果保持的老師 他就找我去幫他們上教育訓練 然後我就跟他講我的想法 我就解釋給他聽 他也很贊同 所以我就去幫他們上教育訓練 所以這個教育訓練來的 都是保留地富裕團的團員 但是我並不是去跟他們做政令宣導 或叫他們怎麼去做更好的查報 而是說過去都是政府來跟你們講說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危險的 所以你們要去查報 那我們今天先不要管政府怎麼講 我們先來想一想說 到底你們自己也都是從部落裡面來的人 你們自己怎麼看 部落裡面什麼地方是比較危險的 然後他們就很驚訝 不是要來做政令宣導 就開始 就一張紙一支筆就開始畫 大家就開始 請他們做一個作業 把部落裡面最危險的地方畫出來 所以我們就分開來再做這些事情 開始結合在一起開始再講 譬如說在太岡這個地方 他說他是富裕團的那個小隊長 他說我們部落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政府蓋的這個寒管這個工程 那是一個山溝 平常不會有水 那是這個下雨的時候 那個寒管的洞口就對著我們的農田 所以那個水就直接沖到我們的田 我們的田的土土 怕被他沖光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政府把來蓋這個寒管的意思 就是讓你好過路嘛 對不對 可是不當的公共工程 可能是一個善意 但它其實造成部落的困擾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是在那個馬里光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封信戶嶼的那個部落 有一個富裕團的團員 他就畫了這張圖 他說這個橋樑設計不當這樣 他一直跟我們強調很多次 他說這個遊艇一定會出問題 他講這個話的時候在2010年 結果在兩年之後2012年 就一直不是颱風 就是夏天夏大雨 那個土石流衝下來 然後就淹過那個河道 然後因為那個橋擋住了那個 那個結面機被縮小 所以那個整個土石流 就淹過那個河道 淹到馬路上 那條路就中斷大概一兩個禮拜 那你想說一個 保留地富裕團的團員 他怎麼會有這種未普限制的能力 2010年就知道說2012年 這個災害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找了一些資料 就發現說原來 艾力颱風的時候 2004年艾力颱風的時候 這個橋樑的上游這邊 已經有一塊很大的崩塌 但是現在我們的這個 集水區的治理是這樣 就是不同的資源是分別 由不同的政府的單位在做管理 譬如說森林就是領物群 那野溪就是水保群 公路就是公路群 如果是河流的主幹就是水利所 旁邊如果有保留地就是圓民會 所以這個橋樑的位置在野溪 就是水保局負責去蓋這個橋 他就只負責這個野溪的這一段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的集水區的治理 裡面的不同的資源被切割到不同的部門裡面去 負責 這是現代的資源治理的邏輯 可是到了一個部落裡面的時候 對於這些在部落裡面的生活的人來講 他不會去區分說因為那個是領物局的 所以我要蓋一個橋我不用管他 不過那個是水保局的那個是公路局的 對他來講就是他生活的環境的全部 所以你想一想 他雖然只知道他部落的事情 雖然是很細微 但是是很全貌 不是被切割的是很全貌 所以這些人對於部落有很細微 有很全貌的知識的這些人 他如果只是被聘來去舉報保留地的超限利用 然後被他的隔壁的部落的人放狗追 這個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惜了 應該讓他們的這個知識 真的參與到這個資源的治理裡面 那這個是同樣的那一場的工作坊裡面 正信保的部落的一個參與者 他說我們部落以前也有崩塌 對面也有崩塌 崩塌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是用那個赤羊木的那個種子 跟那個蘆葦的灰混在一起 撒在那個地上 他就那個很快長出來 那個崩塌地就被這個維護了 所以在工作坊之後 我就去找在這邊 看信2005年的一個崩塌 用這樣的方法 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長了一個這個赤羊木村 這是最後幾張 最後一張照片 同樣2004年 2004年的愛麗颱風 部落周遭發生很多的這種崩塌 這兩個都是崩塌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崩塌 那當時的水泡局就用這個 那個邊坡穩定的這些工程 然後打地毛啊 然後噴漿上去 然後就享受這個道路 就恢復了 當他們再繼續往前要做到旁邊的一個這個河谷 西流這邊的時候 部落的人就跟他們跑去跟水泡局說 你們不要再做了 你們那個錢省下來 你只要給我們那個樹苗就好 他們就把那個這個地方用赤羊木的樹苗 在這邊照零 然後讓它重新恢復起來 因為這個地方下面是一個溪谷 那如果你用那個水泥啊 再把它鋪起來 這整個溪谷就死掉了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 那當然這個是一兩個月可以做好的事情 這個是大概要經過十年才能夠完成的事情 可是十年之後 同樣是在2014年拍的照片 2004年發生的颱風 都是在2014年拍的照片 十年之後 這個現代的工法下的崩塌地的枕子 還是這個樣子 光吐吐的一片水泥 左邊這個 我去年聽說在這個地方 後面已經可以看到山羊 所以這個是兩個不一樣的崩塌地的富裕 一個是富裕的那個形狀 一個是富裕的那個生態 那這些知識是不是可以 更進一步的把它放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支援治理的這個制度的設計裡面 好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裡面我們看到 這四個不同的案例裡面 其實都有這裡面的這個幾個共同的主體 譬如說它都涉及到生態 它可能是富裕的 可能是這個 農業的 可能是礦物觀光 可能是這個災害管理 但是這個裡面我們看到說 它涉及到的這種生態的保育 維護裡面去充滿了這種權力的這種關係 包含說我們要去主張我們的知識 包含說我們要開始要去跟這個相公署打交道 要去跟外面的社會打交道 要去找記者來跟這個農委會 水保局 林務局這些交道 這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這種政治的這種 合作協商的這個過程 我們也看到說這裡面有很重要的這個 跟經濟有關係的這些議題 所有的保育如果沒有那個經濟沒有那個生技 為基礎的話其實是很難成功的 換一個角度來看對部落來講 經濟跟保育可能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看到說過去那個 譬如說慣行的農業裡面那個每一個部落 或部落裡面的每一個家戶各自被切割 然後連接到這個市場裡面 是一種跟外面市場的連接的方式 我們也看到說像在司馬庫斯 像在這個史蕾 找到一個在部落裡面可以合作的方式 然後再跟外面的市場去連接 他並沒有跟市場這個切割 他也不是這個拒絕市場 在司馬庫斯聽說現在你到司馬庫斯 可以刷卡 你在那邊消費還可以刷卡 他完全沒有拒絕市場的意思 他只是用一個比較符合他們自己內部 能夠去團結做資源的分配 人力資源的調配 利益的這種分配的機制 就是在這裡面 然後再去跟市場 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市場結合 我們在這裡面也看到說 那個部落很清楚的 像是在這個南山的這個例子裡面 他知道這事情不是只有我們司馬 或是跟這個南山的和解 我們是要跟社會大眾說 對我們錯了 但是我們有這個決心 我們要重新宣示 我們維護這個自然資源的決心 我們看到說在 雖然說在這個馬里光的這個例子裡面 那個案那個例子 後來是部落裡面有一些紛爭 又剛好有了一個大水 然後就整個把漁場衝走 可是跟相公所之間的合作 是裡面的一個經驗 那這經驗在告訴我們說 那個治理的主體 當然部落很重要 但是絕對不是只有部落自己而已 那個主體是部落公共部門 甚至其他NGO在那個 在那個市內的那個例子裡面 那個展望會的 然後部落裡面的這個力量 結合在一起 一個新的環境治理的主體 在這裡面在浮現 那這種合作的經濟 重構的這種治理的主體 它也不是憑空而來的 比如說我們講說這個 司馬過世對不對 它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各自做各自的 但是在這個女性的力量之下 它又被重新的組合在一起 那這裡面其實是存在著 在自己的文化的邏輯裡面 找到一個可能的方式 然後去應對外面的環境的 新的這些挑戰 所以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在生態研究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這個韌性 resilence 就是說譬如說它有一片森林 一個生態系 忽然發生一個大火 然後那個樹就被燒掉 但是它如果還有辦法慢慢慢慢再長出來 那個生態系被破壞了 但是它有辦法再慢慢的恢復的話 那它就存在了一種韌性 那這個概念 這種生態研究概念 這幾年開始被用到對於社會的思考 一個社會它可能不會永遠都遇到挑戰 它甚至沒有辦法維持 一樣都不去改變 它會遇到外面的環境的這種變遷 它也要去因應外面環境的變遷去調整自己 恐怕才是最後能夠存活下來的 但是在這個裡面 你又要怎麼樣能夠在調整的適應 在這個過程中 又能夠自我組織起來 又能夠維持這個社會裡面的功能 這就是在談社會跟認識 那在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幾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 當然我們還沒有進行到一些比較量化的研究 但是就是在這個幾個案例 我們看到社會的韌性跟生態的韌性 其實是看起來有一個互相支持的關係 譬如說司馬庫是找到一個比較好的 內部的合作經濟的方式 然後社會的這種功能 社會支持的功能強化了 他的那個森林巡守 他的這種崩塌地的這種 重新的這種富裕跟座 他也做得比較好 譬如說像在正希寶這邊 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說 似乎一個能夠讓他進行這種功能的維護 自我組織之後去調整適應的社會 他產生對於環境的友善生態的這種維護 也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我們也看到說 這件事情都不是發生在一個靜止的狀態裡面 生態環境也在改變 社會也在改變 外面的這個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也在改變 但它總是一個不斷的互相調整適應的過程 好 所以最後我們再來思考看看 就是說當我們在講說傳統領域環境治理的時候 我們在講的只是那個地名地名的故事 或是說過去這條界線那邊是你的 這邊是我的而已嗎 在我看起來其實不是 我們看到那個地名地名的故事 地名故事後面再講說過去怎麼樣使用的機制 在那個過去使用的方式裡面有什麼樣的好的哲學 好的環境的這種智慧在這裡面 也不只這樣 這個是重要的 但也不只是這樣 我們還要看到在當代的這個社會情境裡面 部落要怎麼樣的去因應那個外在的環境的變化 就好像說在史馬古斯 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做這個合作經營 然後另外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們開玩笑說是這個做這個自由貿易 就是他們自己的自己的這個自己的經營的方式 那有的人他會願意去維護或是建立一套這個 維護環境的這個自然資源的管理的規則之外 他可能甚至是一個新的規則 譬如說像是這個在南山這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他不一定是所有的部落裡面的 部落裡面所有的人每一個人都同樣在做這件事情 有的人可能是有這樣的想法 有的人是有別的想法 有的人不一定支持這個想法 對不對 可能是跟三老鼠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一個對於這個環境比較友善的 他比較願意去做這種自我的這種資源的 治理的 維護的這些人 能夠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那國家的制度設計裡面 怎麼樣去支持這些新的大代的規則的形成 所以在這個前面舉的這幾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都是當代在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風新戊雨啊 不管是這個在種這個自然農業啊 或者是在做這種災厚的重建 這些都是當代在發生的事情 這裡面有存在著一些我們剛才講的那種文化的邏輯 存在它過去因為在做這個油耕而留下來的這種 譬如說是這種早靈的知識 在因應當代的環境之下被重新重組 運用在當代的環境之中 那我認為我們在制度上應該要來支持這樣的事情 這個讓部落有權力去做這個事情 他跟環境可以有權力不斷去跟環境去產生互動 然後去發展出這樣的當代的這些知識出來 是比我們去民族制的資料裡面去整理出一套規則 然後說我們要把這個規則運用在這個 今天的制度設計裡面要更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結論就是那個部落可以不斷去跟環境土地互動的那個權力 其實才是一個環境治理的關鍵 好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大概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對於今天這個主題 能夠有做到一些闡述 也希望對於各位在思考這個議題 能夠有一些幫助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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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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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學就給你 可以 過來 請問 治療部長的這個共同域制度的 其實這裏面是頭目跟內心之間的角色 是會頭目成別的嗎? 其實頭目它本身就是 頭目本身就是教會人間的長老 所以你所謂的高度的重疊的意思是 就是因為兩天各自有幾個人 他們會有不同的概念開出嗎? 在我看起來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過去有一種看法 就覺得說因為教會的存在 會讓部落裡面就會產生分裂 特別是在一個教會裡面有不同的教派的時候 這當然是一個觀察 可是也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個研究在研究 那個妄想的布農族的改宗的這件事情 他們是整個家族就全部一起就改成基督教的信仰 然後就全部進入到那個教會的體系 那我知道那個研究之後 我就開始重新再思考 重新再 用這個角度再看一些現象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雖然在部落裡面有不同的教派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哪些教派是哪些家族去那個教會 所以那個家族的那個關係的那個網絡 你看起來好像是因為是不同的教派 所以他裡面就把部落裡面分成不同群的人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家族或同幾個家族 其實是會一起去上那個教會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譬如說長老教會 那教會是看起來好像是那個教會的長老在決定的事情 其實後面還是家族的系統 好 那所以就回到釋馬虎孫的這個例子裡面 在我看起來釋馬虎孫的 當然一個原因是因為釋馬虎孫只有一個教會 就只有那個長老教會 當然這是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是整個家族的力量進入到那個教會的體系裡面 雖然牧師很重要 但是在長老教會裡面 那個運作的方式長老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 所以你看我到部落裡面有時候 這個是長老 那到底是長老教會的長老還是部落的長老 有時候也是搞不清楚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認為是 在釋馬虎孫其實是 教會跟家族的系統其實是高度重點 那再加上這幾年的教會 那個牧者 其實都是在地自己的人 不只是釋馬虎孫啊 包含那個 等等都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教會真的是了不起 全世界就是台灣 在台灣啊 你看喔 教會有風險對不對 他就可以自己收有稅收啊 有收入 然後教會有自己的牧者 他分配他工作到那個教會裡面去 教會有自己的學校 所以就培養自己的人 對不對 這個神經學院嘛 所以他就等於一個小王國 在部落裡面在運作 那過去這幾年來 從第一代的原住民的牧者 到現在大概三代左右 那所以我知道在泰雅族的地方 大概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人 不一定是這個部落的人 他會先把他輪派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這就更讓這個部落跟部落之間 因為他在養成的過程之中 譬如說他就要到宜蘭去 然後到烏來去 然後最後就回到自己的人 所以他在遺憾烏來都有認識的人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小的網絡在那邊 那回來 像過去在真心堡這邊 募會過的幾個牧師 都是泰雅族的那個受聖學的訓練 所以這些泰雅族自己的 你知道泰雅族的聖經 聖經裡面翻譯泰雅語的聖經 裡面的那個上帝 叫做 就是天上的五度 對不對 天上的五度就是天上的祖靈 所以他就是用一種 然後如果去正希堡 我不知道你可能有去過正希堡 你去到教會一樓 他用這個壁畫 壁畫裡面在畫那個耶穌五頂二允的故事 對不對 把那個五頂二允養 那個餵飽了很多人 那個耶穌是有文明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那種在地化 就是那個神學的在地化 對 包含他在做那個聖經的詮釋啊等等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回到剛才的那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家族的那個在地的力量其實是 高度的跟教會結合在一起 我都不認為教會是一個外來組織 基本上教會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這個陌落的家族的力量進到這裏面來 你們穿的是制服還是什麼 社服 社服 我今天應該是為你穿的 我搭蘇星星 我搭蘇星星 然後老師我想要問 剛剛好像講過比較多前四頭三 那淺三就是那個 土地流失比較嚴重 然後文化流失比較差 就比較大 然後他們的行貸環境之類的回事 住哪裡 納羅一家 哪裡 景平的 景平喔 納羅嗎 兩個家一個在納羅 四部落跟異星 那你看很清楚 我看我講我的觀察 你就是你做研究啦 我講我的觀察就是說 那個整個發展的經驗就真的很不一樣 然後其實我有一篇文章是在講這個前三的保留地的那個問題 然後他其實也是一個神的主體 但那個主體裡面是一個階級的結合 就是說不是只有部落自己的人 但應該說不是只有外地的人進來買保留地 他其實是部落裡面比較有能力去跟外面結合的人 然後那個就變成一個保留地的買賣炒作的一個系統 對 對 然後他也 而且跟以前也不太一樣 就是他也不是只是去當人家的人頭 他自己是有辦法去炒作 然後去買土地 然後在這裡面獲利 所以就很不一樣的那個發展的經驗 所以最近 最近如果你在見識那你就知道 最近有一個事情就是在正希堡這邊 就發生一個抗議的事件 在抗議說外面的人要來買正希堡土地 要種茶還是種咖啡 然後部落又抗議 那你知道其實要買土地的人不是別人 也是開亞族自己的人 以前的鄉長 然後他就很委屈 他說我又不是外人 這不是土地流失 只是我們自己的人買自己的地 幫助部落對不對 可是對正希堡的部落來講 就是說 他們要的發展 因為剛剛那個前鄉長 他就是那一種 他是有能力跟外面的資本合作的那種 但他是一個個人在市場裡面 單打獨鬥的成功者 所以他就自己回到部落裡面 然後他可以買很多的地 然後種茶 種咖啡等等 但是我們還不只一個鄉長或前鄉長 有的就是弄溫泉啊 但是對於正希堡之病的思考 就是說我們要的發展不是那個個別的 個人的成功的發展 他們要的是那個在家族裡面的利益的 可以比較均衡的分配的那種發展的模式 所以即使是自己本鄉的前鄉長要來這邊買土地 對部落來講都是一個 他們都覺得是一種土地的意思 所以這裡面已經不是族群的問題 那是一個階級跟發展模式的問題 那回到前山來看 就是前山就是比較屬於這種 那種個人跟市場的結合的這種模式 然後最近有一個比較值得觀察的現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想要探討那個露營區這件事情 因為堅持一下是全台灣露營區最密集的地方 對 他也是觀光啊 對不對 他也是觀光啊 有一半都自己 對啊 然後現在你們那邊的那個觀光發展協會 有一些也是外面的人對不對 可是你們的那個那個什麼 薰衣香草班 它是外面的資本跟技術 又跟當地人的合作 它是一個圓和合作的一個模式 所以就跟後山很不一樣 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可以試一下再談一談 對 我剛剛在講前山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一個特別的事情 因為剛剛講的前山的典範 不管是原是漢 主要是就是一個市場的運作方式 那可是在後山至少現在 像司馬庫斯我們不要知道 或者像時代上他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非常就是你剛剛講的合作經濟 所以可是合作經濟裡面 你剛剛在談前山情況 好像說另外一層 就是合作並不一定是整個部落的合作 而是家族 所以我要我的家族都好 那如果我這個地方 當然多半地方不會是只有一個家族 那我家族之間我好了 這個我的合作範圍其實 我好了別人怎麼樣 或者就像前山長 我要我個人發達 或我要我家族好 我不知道怎麼看那個集體性 其實這就跟前後山的差異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就是前山是被集團移住過的 後山也有啦 但是後山是被移到前山來嘛 就像司馬庫斯他們有些被移到義行 可是他們後來那個戰後就是你們家嘛 那後來不是有些人就又移回去了嗎 像那個鄭熙堡也有一些人被移到義行 馬台安然後他又移回去了 又到五峰 又到五峰去了 但是其實被移了之後就留在前山了 所以前山的部落他是被集團移住過 所以原本的那個家族的網路 其實被重新改變過了 那回到後山他反而是這個家族又回去嘛 所以他原本那個家族的居住的地方 跟那個家族的網路的關係 是又重新恢復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差別 前山跟後山的差別的所在 那前山現在他就是事實 他的現況就是被集團移住過的 新的一個社會網路 然後甚至像我們那邊 我們那邊更是 就是外面的人進來對不對 你們那邊大概那個早期就煤礦嘛 然後有些人進來 那所以也發展出一些 元翰之間的合作的模式 所以我是覺得 我這幾年的我們自己系上的 電眼調查的課程 我都是在監視前山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後山 司馬庫斯市的發展模式 不一定適用於前山 其實原住民很多地區 其實是比較是屬於前山的狀況 但是比較少被討論到 對啊 所以如果你暑假有空 你就跟我一起來好了 我們就可以想談 還有沒有問題 有人被點名三次 要不要 找得贏 不是應該去畢業了嗎 大肆 大肆 那我想我們就這門課就到這邊 大家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10分鐘 然後40分回來是第三節的討論課 好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再次謝謝潘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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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